未来世界的人类是可以梦想成真的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幸福扑克 每实现一个愿望 扑克就会消失一张 当扑克消失到只剩小丑牌时 便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恐怖之事 放学回家的大雄在家中发现了一盒扑克 二话不说就想跟妹子玩双人游戏 结果下一秒 静香就出现在门前 来归还大雄掉落的一百大羊 顺便还跟他在归房玩了把抽乌龟 可当两人来到决胜局时 竟发现扑克牌少了张黑桃 大雄就觉得很离谱 明明开盒前还有呢 送走静香后 大雄还沉浸在约会的幸福中 直到归来的小多拉引爆了这副牌的真正面目 此牌名为幸福扑克 是一款可以梦想成真的道具 所以静香才会在大雄想着它是及时出现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更不允许有白嫖的少年 而每实现一个愿望就会消失一张牌 当52张数字牌全部消失只剩小丑牌时 就会不断遭遇不幸 来偿还之前的幸福 看着小多拉一脸严肃 大雄顿时觉得幸福再也不像了 他想将卡片扔掉 可卡片早已认他为主 无论扔到天涯海角 扑克也会定位到主人再次回到他身旁 而唯一破局之法 便是将扑克送人 于是大雄二话不说 就想让小多拉当这个大冤种 吓得小多拉顿时开启跑男模式 就在此时 老妈应得知大雄考了零分变身女帝 可以通电话 却让老妈再次化身温柔妹子 逃出生天的大雄上一鸟 还认为自己运气爆棚 可在小多拉的指引下 竟发现首张牌变成了黑桃三 没错 黑桃二消失了 这正是扑克牌的可怕之处 即便自己没有主动许愿 扑克也会擅作主张 就在两人不知将扑克送给谁时 小夫主动上门白点来了 听说这东西连土豪用了都直呼内好 小夫伸出双手 就要为大雄挡下小丑牌的厄运 虽然大雄两人苟命成功 却又担心小夫能否抵挡住小丑梅运 但他们忘记了小夫是个人精 因为小夫在得到了环游世界旅行的福利后 便要将扑克转手给胖虎 听说数字牌用光后 就会变成大冤种 胖虎顿时就要变身一拳超人 殊不知小夫已为他打造了一个完美脱身之法 只需在数字牌所剩不多之时 用武力将他送给别人即可 于是胖虎欣然收下 并开始计划起单车变摩托的梦想 起料刚许完愿望 虎妈就及时送来了捷报 原来胖虎不久前捡到张无主彩票送到了警局 而且还怒中五百万 关键那彩票无人认领 顺位下来就成了胖虎之物 变身土豪的胖虎二话不说就将扑克转了手 大雄听说朋友们都靠着扑克洗涕各种文具 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怪上小多拉没有提前发现这个罐 害得自己没能赶上这波福利 于是大雄下定决心要拿回扑克 小心传给了封肩 封肩又传给了妮妮 而妮妮传给了小葵 终于 大雄在美牙的家中找到了扑克 拿到手的那一刻 他高兴极了 然而下一秒他就成了大冤种 因为扑克只剩下最后两张 果然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为了不让自己一个失误许了愿 大雄将扑克送进了火炉 然后一脚地板由开溜 下一秒 扑克再次回到他身旁 就算埋进地球中心 也会分分钟破损了他 于是大雄决定给扑克加层皮肤 将他锁进了保险库中 下一秒保险库成金 对着大雄的老腰 就是一击致命伤 没死透的大雄嘴上说着不许愿 心中却在默默想着可以回家 下一秒 老师与老妈偶遇 希望他不要批评大雄 在老妈欣然答应后 大雄只觉芥末直冲脑瓜底 你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扑克牌只剩下小丑一张了 大雄拎着保险柜 就想回家求助小多拉 起料半路禁欲劫匪 而小丑牌的霉运也被转移给了别人 当晚劫匪就上了电视 据说是因为霉运太上头 竟主动找到阿瑟求保护 一个蓝胖子有铜锣烧吃 两个蓝胖子抢铜锣烧吃 十个蓝胖子却吃熊大雄家 大雄一回家 就遭到了一波秀恩爱暴击 蓝胖子居然和超人性偶像 鹿木匠有说有笑 还旁若无人的互相道别 随着蓝胖子按下按钮 鹿木匠就回到了照片里 原来这都是照片皮揣子的功能 只要你会掏马桶 各路明星都能从照片里揪出来 刚解说完 蓝胖子的闹钟就响了 花心扎猫又约了小咪 留下大雄一个人 当老妈拔草的打工人 大雄心里能平衡吗 大雄偷偷摸出备用口袋 把皮摔子找了出来 然后翻开相册 为了吃奶的劲 揪出一个200斤的蓝胖子 大雄转念一想 人多力量大 于是一口气弄出来石兄弟 大雄本以为山寨货很好控制 可慢慢没想到 蓝胖子2号不肯帮他 3号却觉得没什么 4号和5号还吵了起来 最后甚至开了波团战 被小咪咪的神魂颠倒的蓝胖子 回来时 完全搞不清状况 只发现了 不知道被蓝胖子几号 一屁股硬生生地做断的皮摔子 听到动静的老妈上来插房 刚才还打成一团的蓝胖子们 很有默契地躲了起来 老妈随口一句 拔碗草有铜锣烧吃哟 让蓝胖子们绷不住了 前仆后继的冲向院子 分分钟拔碗草 又冲向可怜巴巴的几个铜锣烧 理所当然地互殴起来 看到蓝胖子本尊直翻白眼 不幸的是 皮摔子作为爆管产品 已经卖断货了 所以这种情况还得继续 第二天 大雄被蓝胖子们叫醒后 喜闻乐见地又迟到了 蓝胖子们分成了 竹心亭任一门 可根本不帮三个派系 就大雄废柴到底怪谁 而互相推锅 毫无悬念地又打了起来 压根没人在乎大雄 蓝胖子忽然想起 今天铜锣烧跳楼大减价 这下石兄弟也知道这事了 他们以排山倒矮之势 重向点心店 直接把铜锣烧买空了 只有本尊没买到 在空地上享用铜锣烧时 被胖虎和小夫追杀的大雄逃了过来 蓝胖子想帮他 可其他蓝胖子们就帮大雄 还是直接灭杀了胖虎 直接朝道又开启了团战 胖虎本想靠实力上去拉架 没想到小丑竟是胖虎本虎 被打得不省人事 晚上老爸回家 蓝胖子们还表演起牵手观音 给老爸一个大惊喜的惊 晚饭的排场就更夸张了 老妈直呼养不起 睡梦中的蓝胖子们 更是挤破壁除 大雄惨遭两吨咒物十连杂 神奇的是 大雄第二天还跟没事人似的 跟静香约会去了 蓝胖子们对于如何赏红叶 又产生了分歧 然后一如既往地开启了团战 甚至打翻了 静香亲手做的爱心便当 大雄再不发火 还像个爷们吗 蓝胖子本尊赶紧把他们都撵走了 新世界百货的客服 终于把皮摔子送来了 其他蓝胖子却跑去道歉了 优惠中的大雄听静香说 看上了悬崖上的天山雪莲 立马就要去给媳妇摘 可脚下一滑就掉了下去 多亏蓝胖子们及时赶到 展开生命接力 一个接一个抓住了大雄 大雄刚松一口气 那边的蓝胖子本尊 启动了皮摔子 蓝胖子们一个个纷纷松手 还好是飞回了相册 被带飞的大雄一路海豚鹰 最后翻着跟头栽倒在地 摔得头晕眼花 但总算得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体重大的尽量不要睡上铺 否则一不小心 压到下铺的小伙伴 给下铺的小伙伴压出桃花运 那你以后就是唯一的单身狗了 所以小伙伴们看出来 要如何分辨蓝胖子本尊了吗 蓝胖子再次贡献神器 只要有了他 未来世界的道具首到勤来 甚至可以让老爸用屁股思考人生 这到底是什么道具呢 因为遇到个老古董老爸 让大雄不停吐槽 虽然老爸年龄不小了 但不知与时俱进 早晚会被社会淘汰 蓝胖子一问 原来是收音机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大雄只是单纯的想要个新的收音机 但蓝胖子认为还可以凑复用嘛 大雄却认为这是代沟的问题 蓝胖子无奈 正好掏出进化退化枪 然后将刻度调整20年后 把收音机变成了MP3 大雄已经满足了 但蓝胖子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嘛 直接变成了智能手表 这手表可厉害了 还能全息投影 送上陆木匠的演唱 相反的 也可以让东西退化 再次照射 让手表变成了留声机 最后成了个不认识的东西 大雄上手一摇 竟然是个八音盒 这么好玩的道具 大雄决定上手拥有 对着铅笔一照 就成了自动型铅笔 可以根据人的声音自动写字 再对着彩笔一照 大雄就成了神笔马良 虽说棒球升级成了 带操作功能的棒球 但大雄的球技依然很烂 而电灯则可以升级成 整个天花板发光 甚至可以自动性换场景的神器 大雄又把房门变成自动门 楼梯变成电梯 可这道具 原本是为了查找生物的祖先用的 大雄却拿来乱用 一语点醒梦中人 大雄终于决定对老爸下手了 要把老爸进化成未来人 此时的老爸正在看着人类进化史 大雄却在幻想 老爸变成未来人拥有超能力 蓝胖子本打算先进化个一百年 但大雄却觉得要来就来点狠的 结果调成了退化 把老爸变成了山顶洞人 还有单身十年的手速 又把老爸进化了回来 为了不再出差错 大雄决定先练练手 可家里只有这么可爱的小老鼠 但为了研究 才不管你蓝胖子的耳朵 是被啥生物吃掉的 大雄决定看看老鼠的祖先 一通照射 老鼠变得越来越可爱 大雄不停照射 一下子没杀住车 老鼠竟然变成了四十米长的恐龙 大雄本想抢救一下 可恐龙的血喷大口 还是让大雄决定先保住小命要紧 恐龙坐着电梯下楼 准备出门溜个弯 这时 小夫拿着法国买来的高档恐龙玩具 想让大雄羡慕嫉妒恨一下 可迎接他俩的却是真恐龙 吓得俩孩子撒压子就跑 大雄知道自己闯大祸了 决定弥补过失 将补暑器进化成了自动补暑器 带着大雄出了门 虎夫二人作为第一发现者 此时成了名人 补暑器带着大雄来到空地 大雄一声令下 可补暑器原地不动 眼看恐龙步步逼近 大雄就要变成晚餐肉 补暑器动了 将恐龙吸了进去 这时警察赶到 大雄却张其傻来 打死也不承认有恐龙 回到家的大雄 被蓝胖子教育是不能避免的了 但大雄决定最后用一次 对着正在看生物计划室的老爸 就是一发计划枪 直接老爸脑袋变大 手脚退化 哥俩熊孩子下狗像 把先来送点心的老妈 直接吓晕过去 老爸这是把屁股计划到头上了吗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为什么未来的人类 会脑袋变大 手脚退化吗 今天的大雄不一般 怕鬼怕到能原地去世的他 今天竟然也会与鬼共谋 沙滩海洋大别墅 才大气粟的小夫 要带大家看星星赏月亮 大雄又搅算也知道 不会带自己 可今天大雄竟喜提大惊喜 哭着回到家 就跟蓝胖子打起小报告 蓝胖子气得 就要逃出毁灭世界炸弹 可这次小夫良心发现 就要带大雄去 但目的却不单纯 大半夜要玩试逮大会 这不明白着 有看大雄出洋相吗 蓝胖子只好化身最强间谍 发现看似好心的小夫 就要用这么可爱的阿飘 把大雄吓到当场去世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 为了不让大雄 在镜像面前射死 蓝胖子只好拿出混合妖怪 一听到妖怪俩字 大雄嗷的一嗓子 就躲进了壁橱 可这里的阿飘都是好阿飘 比如老妈正愁没有伞 这表现的机会不就来了 就是这伞有点惊悚 淋了谁也不能淋了娘 估计这份善心 能换今晚一份大餐了 但大雄经过道具 就要强力反击 来到海边大别墅 必须要来个水中唱玩 可大雄偏偏往了游泳圈 只能委屈地堆起了沙子 不甘心的大雄来到角落 召唤出秘密武器 秃头海妖 小伙伴们正玩着沙滩排球 就看到大雄疯狂在海中飙车 都给三人看呆了 试诞大会终于开始了 传说咱们的学校 是建在一座坟墓上的 还没讲到高潮 怕我就热成狗了 小风好心地发着扇子 却没有大雄的份儿 因为大雄刚才被吓的 已经后背发凉了 小夫发难 大雄只好召唤 雪女在手清凉一下 大雄成了夏天中的人体降温机 玩个斗地主 不赌钱也不赌房 大雄居然还抽老千 凭借着背后上千双眼睛 成功当上了地主 大雄白天坐的腰 小夫定要晚上 原封不动还回去 试诞大会再次开启 规则竟然是 绕着墓地走一圈 就问你大雄怕不怕 别看小夫才一米高 胆子却至少有两米 碰着小曲曲绕了一圈 就连胖虎和镜香 也轻松地完成了墓地游 这下轮到大雄了 可就是这么巧 手电竟然没电了 随着大雄的出发 半鬼二人组也出动了 周围漆黑一片 大雄就是一个平地摔 无助地召唤出了三团鬼火 小夫刚要出手 就看到这真有鬼啊 嗷的一嗓子转身就跑 却被胖虎向林小姬似的 拎了起来 遇到分岔路 大雄是召唤独眼小僧 希望能给自己纸条活路 胖虎这次不用拳头说话 该用脸部攻击 可突然 一耳的哭泣声传来 吓得两人喃喃相拥 原来是小僧自带的哭泣音效 大雄两人终于找到出路 成功来到了墓地 可一阵怪声 吓得大雄脸色铁星 同样被吓得不轻的 还有虎夫二人 墓地中竟现长径美女 上来就是一波铁脸沙 这下大雄大仇得报 景象左等右等 终于盼来夫君的凯旋归来 蓝胖子担心大雄而来 可这会儿 虎夫二人却神秘消失 蓝胖子二话不说 就叫了帮手 眼看虎夫二人就要回到别墅 可突然一只大脚落下 妖兽了 真是阴魂不散 这海边大别墅 比鬼屋还刺激呢 那么小伙伴们的学校 都有哪些匪夷所思的传闻呢 这些喵心人太努力了 明明有个250斤 白白胖胖的猫大哥 需要靠自己的双手赚猫粮 一星其中 最痛苦的就是周一早晨 可今天叫醒大雄的 不是蓝胖子 而是他 闭着眼起床 闭着眼下楼梯 闭着眼洗漱 闭着眼当干犯人 可睡觉界的天花板 竟被一个鼻炮炸醒了 第一反应 今天铁定迟到没跑了 可大雄显然是多虑了 这都多亏了 计时器的功劳 他不要998 也不要98 今天只要9元8 只要有了他 日升安排我来干 大雄开心地冲向学校 却遇到了满脸重荣的媳妇 媳妇不开心 那就是我的不开心 就连有趣的数学课 大雄脑子里也只有媳妇 终于熬到了放学 大雄想当静香的节语花 可静香嫌弃大雄 是个低质量人类男性 这话谁能忍 大雄可只能为静香 上刀山下火海的人 原来静香受养了一堆喵星人 却又不能养 作为宠妻狂魔的大雄 只能担负起禅使官的重任 拿出自己的巨款 就要取买口粮 可老妈讨厌宠物这事 远近闻名 就算大雄再怎么步步为营 老妈还是轻易地动心了一切 大雄回到家 迎接他的 就是开了满级咆哮的女帝老妈 大雄只能为小猫找夏家了 可胖虎家有酷哥 小夫家又只养 寻懂高贵的物种 只能寄希望于小镇中人了 小夫不愧是自认帅哥 平平无奇的照片 配上十几美颜处理 海豹就出炉了 这海豹 谁开了能残忍拒绝 另一面的大雄 化成行走的禅使官 希望能找到夏家 可不是长得像老鼠的主人 连蓝胖子都怕 就是宠猫狂魔 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收养 最后这个重任 又回到了大雄这里 突然手环响了 又到了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时间 大雄身体不受控制 举着猫一路狂奔回到家 女帝老妈及时杀到 好家伙 大雄就藏进了满级盔甲里 老妈就是小拳四十 大拳八十 要不大雄吹着脑震荡 老妈走后 盔甲里果然还藏着喵星人 大雄被吹的也只剩一口气了 蓝胖子铺产着大眼睛 又拿出了四条计时器 给喵星人带上 时间一到 喵星人整齐化衣进了壁橱 爬到了屋顶 这正是蓝胖子的计划 只听一阵地动山摇 还真有蓝胖子的天敌 大后子给老妈也吓够呛 虽是喵星人的功劳 但老妈还是嘴一样不肯养 蓝胖子却有了一个很伟的计划 那就是让蓝胖子当打工人 凭借着一身捕鼠本领 活跃于各种店铺之中 而工资就用猫粮来结算 面属公司的出行就完成了 大雄两人奔走告知 仅仅几日时间 喵星人的行程安排 已经排到了一年后 就算是干饭时间 只要时间一到 喵星人就会迈着整齐的步伐 向着有老鼠的地方出发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发家史 那么同样是喵星人 小伙伴们还记得 蓝胖子为什么怕老鼠吗